前两年有一个小品特别火 叫做装修 是说主人要装修新房 带工人回家砸墙 结果门牌号搞错了 进错门了 把别人家墙给砸了 当时我想 这么荒诞离奇 也只有小品里才会发生吧 装修这么大事 谁能搞错了 结果您别说 还真能 徐先生在北京市房山区 梁乡镇某小区 购买的新房刚刚落成 他便赶忙去办理收房手续 但没成想 满怀期待地来收房 却连自己家的门都进不去 从物业公司领导的钥匙 根本打不开门锁 我一直以为就是新房 然后他这个钥匙 调分错了 很正常的事 因为这毕竟一个锁工 是应该多少栋楼的 这徐先生还挺大度 而物业公司也是十分爽快 马上换了新锁 徐先生验了房 很快就办完了收房手续 门锁的事就全都抛到脑后了 徐先生第二次回到新家 奇怪的是 把所有钥匙都试了个遍 这门还是怎么都打不开 直接给物业打电话 隔了一天之后 物业给我回去了 就是这锁 没问题 他们物业那背的那把钥匙 能开开 物业的备用钥匙 跟自己手里的钥匙是一套 还是上次自己亲手交给物业的 自己手里的钥匙 突然间全都失灵 可这备用钥匙竟然还能用 这就费解了吗 这件事 徐先生想找物业问个明白 但好像根本没人知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了安全起见 徐先生只好让物业 再给他换一把锁 又过了半个多月 徐先生第三次来到新房 他已经没心思琢磨装修的事了 光想着这门锁 不会又打不开了吧 心里犯着嘀咕 走到门口一看 这回可真不用换锁了 自己家的门根本没锁 而且屋里还传出了 叮叮当当的声音 自己还没想好 怎么装修新房 却已经从天而降 原本的新房 已经彻底变了样 惊魂未定的 徐先生急忙来到了物业 要讨个说法 这一次物业公司 终于进行了一次 详细的调查 这才发现 闹出了一起乌龙事件 原来这套住房 就是徐先生购买的205室 而这位崔女士购买的 则是旁边的202室 换过一次楼号 因为原来这好像是14号楼 后来改成9号楼了 小区几栋楼的编号 修改过一次 修改前 9号楼的202和205 两个门牌号贴错了 但徐先生家所在的14号楼 并没有问题 但后来 徐先生家的14号楼 变成了9号楼 有些物业员工就误以为 出问题的就是 徐先生和崔女士两家 此时徐先生也终于明白了 自己第一次验房时 之所以打不开门 是因为他们领到的 根本就不是自己家 205的钥匙 而是202崔女士家的钥匙 真相水落石出 后边的事儿 看起来就是物业公司 如何赔偿许先生损失的问题了 但这时候 物业公司竟然又被这许先生 将已有的装修拆除了 我要没录像的话 这件事发生 是不是也是 出了算的 官司整整打了一年 物业和开发商终于同意 赔偿许先生 因无法入住 损失的物业费 和在外租房等费用 幸亏是刚开始装修 这要是装完了 这两件损失可就更大了 物业公司 拜托涨点心吧 搞对门牌号 这事儿一点都不难 不需要高科技 就需要最基本的责任心 买房对谁家来说 都是一件大事 差之好理 谬之千里 我们可谁都错不起呀